約6、8、5、8、9、6、7、7、7、8、7、8、8、9、3、8、9、9、9、10 我看到我們剛才所提及, 大家希望在每塊地裡有些特色 即我們不知道,你們是規劃的 建築人士,當然要向你偷偷 第一期及第二期,成為建築有高有低 也似乎不是走得很遠的設計特色 跑道會否有些不同? 我相信會有些不同 跑道和內海的景色不同 跟之前的12幅,主要是近地的站 方便為主 跑道,以警官來說 吃死為港警方 我相信有些分別 但至於詳細,我們仍然是規劃 有些是秘密的 又說了整個啟德區的完善發展 政府在這裏投放很大 參與很大 當中有些概念 在香港找些地方發展智慧城市 啟德是一個心目中的智慧城市 你覺得啟德的條件做智慧城市有分別? 我自己看是 政府給了一個概念 當然 部分基礎建設他們會做 包括電訊商 WiFi 或5G 他們會做 但這個概念 其實發展商都會跟著這個概念 無論私人發展商或公營房屋 甚至社區設施 政府給了一個大概念 就是 這個位置都是一個先進的地方 你在設計上 盡可能加入高科技元素 舉個例子 我們自己看得最近賣的盤 我們其實都會加少許 因為我們自己的口號 加多一點 你見到 我們門鐘 我們都已經引入了一些可以在手機看到的 你按鐘 在手機就可以開到門 這些設備 我們都覺得 可以再走前一點 留意多一些新的科技發展 可否融入在我們的發展設計裏 我又鄉理一下 你剛才所說的門鐘 或者每座大廈 或每單位提供科技應用的東西 不是在智慧城市裏面 應該是否在規劃 公眾設施上 是多些東西才叫做智慧城市 政府說了 主要都是以通訊設備方面 來考量智慧城市 我相信政府現在都密切留意整個科技發展 當然 亦都反過來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自己背靠中國 中國現在的科技發展一天千里 究竟可否拿到香港用 或者概念可否用 又要配合香港的生活習慣 舉個例子 在國內很多已經是沒有助手 沒有管理員 全自動化 但可能香港人暫時未習慣 不喜歡 我要找人服務 他們仍然喜歡服務 可能國內他們 某些東西可以接受到 譬如現在暫時用機械人送貨 可能接受到 香港人暫時未應用到 但我想一步一步來 政府亦都看著 我們都看著 將全球不單止中國 最高的科技 希望引入智慧城市 啟德是否有這個條件 絕對有這個條件 始終是一個新區 所有東西都是全新的 你自然就容易引入這些所謂的科技 好多謝你分享 你們的設計概念給我們 下一節我們再說說其他啟德的資料 黑比賽